今日是我出嫁的日子 我披着红盖头 在热闹的敲锣打鼓声中 被送进了将军府 原本这是件喜庆的事 可正要拜堂时 却出了岔子 我那之前见过几面 瘦如若鸡的新郎官江子成不见了 独留我一人 孤孤单单地站在正堂中央 听着周围人不住地窃窃私语 这会儿都还没出现 这新郎多半是逃婚了 这柳小姐真是可怜啊 好不容易成个亲 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是啊 如此姻缘不顺 看来只能一辈子当个老姑娘了 传闻柳小姐奇丑无比 还深有隐疾 这哥哪个男人受得了 我要是新郎啊 估计也会逃 他们声音不大 却被我听了个一清二楚 我皱了皱眉 换来扶我出嫁的喜婆 问她怎么回事 喜婆犹犹犹豫豫 支支吾吾 满脸为难 我不耐烦了 冷声道 快说 喜婆愁愁半赏 方才向我吐露 江家少爷不见了 闻言我眉头一跳 却还是问何时不见的 这 喜婆面露南色 从小伺候我的婢女 琉璃嘴快 她满脸不愤 将军府的下人说 一早还看见她了 可这都快拜堂了 她却不知道 跑哪儿去了 小姐 这个姑爷好生无礼 琉璃替我委屈 骂了几句 却又怕我难过 转头安慰我 不过小姐别担心 将军已经派人去找了 一定会找到姑爷的 我白白手纠正琉璃 别瞎叫姑爷 这还没拜堂呢 她算不得姑爷 我往正厅方向走了两步 透过盖头 看着此时坐在高堂上的男人 江玉峰 她面色沉沉 眼神凌厉 镇定地坐在上位镇着场面 准备看好戏的宾客们 小声而语 始终不敢太过造次 我面向江玉峰 抬手静止把盖头扯了下来 喜婆吓了一跳 她哀呦一声 赶紧要把盖头又给我盖上去 我的姑奶奶哀 这可不兴自己接下来的呀 不吉利呀 我侧身躲开了她的手 皱眉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 新郎都没了 讲究这些有什么用 喜婆嘴唇孽如两下 不敢说话了 听到动静 听内观里的人都忘了过来 随即有人小声惊呼 不是说柳小姐奇丑无比吗 你看堂上这个 如此貌美 真是柳小姐 传言果真不足为信 只是柳小姐既有如此相貌 为何会迟迟嫁不出去 只怕是这柳小姐性格怪异 又或者眼光太高吧 窃窃似语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冷哼一声 眼神扫过去 周围立马安静了 我上前两步 抬眼看像独自坐在高堂位上的江玉峰 开口 江将军 你家三叔六礼娶我过门 就是这么个取法吗 江玉峰脸色阴沉如铁 他起身朝我拱了拱手 犬子顽劣 实在抱歉 我已经家派人手去找了 顿了顿 他补充 柳小姐放心 定不会误了及时 行 那我就再次等着 我冷哼一声 叫人原地给我搬了张椅子 就坐在了大堂中央 江玉峰派出去的人 不时进进出出 给他汇报情况 来人美而语一次 江玉峰的面色 就又沉了一分 我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 心底不禁暗笑 他们能找得到就怪了 大厅里看戏的宾客 在将军府的安排下 由下人引着 逐渐一步至院中 整个厅里只剩下 寥寥几个祖老亲朋 半炷香之后 最后一个通报消息的 小厮回来了 他哭丧着脸说 失踪的新郎官有消息了 守城门的士兵瞧见了 他一大早就背着几个包袱 带着他的小青梅表妹出了城 大家一片哗然 新郎官这是带着小青梅私奔了呀 我挑眉 抬眼看了看坐在上方的江玉峰 将军 及时快到了 您说该如何是好啊 江玉峰此时阴沉如乌云压顶 周身气场冷得周围的下人 都打了个哆嗦 他沉吟半嗓 神色严肃 今日是我将军府对不起刘小姐 不如我先派人送柳小姐回府 带我抓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子 再亲自押他上门道歉 总之 一定会给丞相府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皱了皱眉 让我回去 那我岂非前功尽弃 这可不成 我摇了摇头 看向江玉峰 我既已入了将军府 断没有被送回去的道理 你我两家联姻 原本是皆大欢喜的事 可如今 我演起戏来 掏出手绢 擦了擦墨须有的眼泪 爱 此事有多严重 将军想必心里也有数 这可不仅仅是你 将军府一家的事 今日这亲若是成不了 你我两家定会成为 满京城茶余饭后的笑柄 我孤身站在中央 酝酿了好一会儿 挤出了几滴眼泪 江子诚不顾我的名声 公然逃婚 不仅打我丞相府的脸 让我以后又如何做人 今日这门亲事 若是不能照常举行 与其被人戳一辈子挤量骨 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拿着手绢擦眼泪 听里几个祖老 也低声交谈起来 这新郎官都没有了 这亲事还怎么照常进行啊 要我说 这江子诚真是混账 带他回来 定要让将军打断他的腿 柳丞相近来颇得圣恩 正如日中天 若是毁了与丞相府的联姻 是我江家的损失啊 是啊 虽然我们只是旁之 但跟将军一样 总归都姓江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总是有好处的 这江子诚 把我江家置于这不忠不义之地 若是寻到了他 我定要开祠堂 将他逐出我江家族谱 江玉峰脸色铁青 眉头皱得能家死苍蝇 看气氛差不多了 我继续抽抽耶耶地说道 我的婚事来之不易 况且我只是个小女子 此番若成不了亲 想来往后更嫁不出去了 江玉峰面色有些动容 他似乎想安慰我两句 又不知如何开口 纠结了一下 低沉着声音干巴巴说了句 别担心 定有万全的法子 我用手绢擦拭了一下眼泪 迟疑道 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 柳小姐想如何 我窃窃看了他一眼 我 我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 他拧着眉 直说无妨 我扭捏了一下 声音如文盈 但又保证他能听到 将军正直而立 且一直未娶 要不就由将军来当这个新郎吧 江玉峰一愣 立马变了脸色 胡闹 我被他喝嘚瑟缩了一下 随即眼泪连线般地滑落了出来 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琉璃心疼地拿着手绢替我擦拭眼泪 恼怒地看着江玉峰 将军这是要把我家小姐枉死路上逼啊 将军 您别怪奴婢说话僭越 只是这花轿抬进了将军府 新郎却公然逃婚 实在可恶 我家小姐好歹是个大家闺秀 是我们丞相府的千金 被人如此羞辱 你让他以后怎么活 您也知道 我家小姐一亲意地晚 平日里夫人就忧心这事 如今好不容易定下亲事 若成不了亲 只怕夫人也会 琉璃跟着我掉眼泪 我家小姐命苦啊 江玉峰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听中祖老坐不住了 开口道 要我说 柳小姐所言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外人只知道将军府与丞相府联姻 大多数并不知道 柳小姐要嫁的具体是谁 让玉峰与柳小姐成亲 也并无不妥 此言一出 当下有人附和道 说的是啊 玉峰正值壮年 又一直未娶妻 虽然过继了一个孩子 但偌大一个将军府 没有个内宅主师的女人 始终不妥 娶了柳小姐 正合适啊 是啊 柳小姐是大家闺秀 温婉贤淑 将军有功在身 又一表人才 两人堪称绝配啊 我心里暗暗替这几位族佬 竖起大拇指 说得好 江玉峰始终沉着脸 一张俊脸 看起来严肃至极 他沉吟好一会儿 开口 婚姻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不可儿戏 顿了顿 他看向我 更何况 今日镇门亲事 原本是你与江子成的 话是如此 可江子成如今在何处 我也不怕了 只是江玉峰 将军 非常之实行 非常之事 而且你将家祖老接在此 想必一门婚事的主 还是可以替你做的 祖老十分见机地附和 这是自然 玉峰年少成姑 我乃江氏长辈 便是老将军在 也要喊我一生二叔 如今便斗胆 替老将军 做这个主了 江玉峰沉默了 眼见他神色 似有松动 我趁热打铁 江子成 跟他的表妹 情投意合 就算强行 拆散他们 与我成亲 我与他 也只会成为怨偶 空背负了恨意不说 还平白 误了几人一声 江玉峰眼眸中 似有挣扎 半赏 他望向我 我是个粗人 对谈情说爱之事 一窍不通 无妨 我也未曾经历过 但我相信 只要有心 凡事都可学 我一顺不顺地 看着江玉峰 江玉峰被我看得 偏过脸去 我又加了一把火 将军 及时快到了 此事迫在眉睫 万望将军成全 江玉峰沉寂了好一会儿 最终点了点头 此乃权宜之计 待日后 有了万全之策 我们在 我喜不自胜 也顾不上矜持了 连忙点头 日后的事情 日后再说 咱们先成亲吧 日后 还有什么好说的 先把人搞到手再说吧 将军府的人 果然雷厉风行 不出片刻 江玉峰就换好了 大红昏袍 手握红绸花虫 新到了正厅 此刻 高堂位置 已换了 江玉峰父母的牌位 江是一脉皆是将才 老江将军一生戎马 却在江玉峰 很小的时候 就为国捐躯 江夫人独自一人 抚养江玉峰长大 最终操劳过度 还未等到江玉峰 建功立业 便撒手人寰 追随江伯父而去 我重新盖上红盖头 在喜婆的指引下 与江玉峰并肩而立 此时正逢吉时 我按捺下心底的激动 与他拜了天地与高堂 夫妻对拜 忠实里程 在场的宾客皆拱手到喜 谁也没提之前那段小插曲 仿佛原本要与我结亲的 就是江玉峰 毕竟 谁也不愿意得罪将军府和丞相府 按照规矩 我被丫鬟婆子们搀扶着 送进了新房 而江玉峰留在前厅 继续招呼宾客 入了婚房 我并退左右 身边只留了琉璃一人 琉璃自小便贴身伺候我 与我一起长大 是主仆亦是姐妹 说为心腹也不为过 此时她满脸兴奋 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 只差跳起来 小姐 咱们终于成功了 我矜持地点点头 但奈何心里实在太喜悦 最终固步的形象 与琉璃在房中高兴地滚坐一团 没错 与江玉峰的这桩亲事 是我辛苦筹谋得来的 八年前 江玉峰带兵出征 凯旋时自长街打马而过 那时我正在旁边的铺子里选绒花 我看着她骑着高头大马 一身戎装薄发英姿 如穷之玉树 自那时起 她挺拔的身影 就一直盘缓在我脑海中 可惜 那时我才十岁 尚未及击 而江玉峰却已二十有一 正是适婚年龄 她高大挺拔 以表堂堂 又是少年得志 有军功在身 一时间上将军府提亲的人 络绎不绝 几乎踏破了门槛 我原以为我再无机会 可多年来 上将军府说亲的人 嘴皮子都磨破了 却皆被她拒之门外 甚至她还从旁枝 过继了一个儿子来 有了儿子 江玉峰不愿婚配的心思 昭然若揭 彼时我已满了十四 再过半年便要急急 终于到了可以一亲的年纪了 我把我小女儿的心思 说与了母亲 要求她替我打听打听 可无论母亲 问到哪一个眉袄 皆是摇头 纷纷劝说 江将军是块难啃的骨头 让我们重则凉目 更有人好心提醒 说江将军多年来孤身一人 是因为打仗时伤了身子 落下隐疾 无法绵延子嗣 否则也不会过几个儿子 养在膝下 母亲信了大半 她疼爱我 听得别人这样说 哪里还肯替我筹谋 只差揪着耳朵 劝我收回那份心思 不要葬送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去将军府守活寡 我知道母亲是为我好 但我一身反骨 天天是个不听劝的 我只知道 我认准了她 无论她残疾 伤病 亦或战场身死 我都只嫁她 我故意搅混 母亲替我相看的士林公子 生生把自己搓磨成老姑娘 无论别人如何猜测 说我丑陋也好 深得怪病也罢 我通通不在乎 我一门心思只在意边关战事 只留意着打听江玉峰的消息 此番听闻边关大战得胜 将将军即将班师回朝 并且要替他过继来的儿子 江子成说门亲事的时候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我让琉璃私下打听 好不容易探听得 江子成年龄纸小我两岁 而且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感情甚度 一次诗会上 我稍稍向江子成表现出好感 然后闻风而动的梅袄们 就争先恐后地帮我搞定了一切 毕竟我娘早早便放了花 谁若能保成了我的梅 丞相府定将她奉为座上宾 以愁重些 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定亲 交换庚铁 选好日子 成亲 表妹是我暗中联系的 私奔的银两是我暗中提供的 甚至逃跑的路线 都是我提前选好的 我做的这一切 神不知鬼不觉 除了我和琉璃 谁也不知道 我兴奋半赏 又偷偷吃了些琉璃 藏在怀中给我带进来的点信 方才静下来好好打量了四周 江玉峰的房间很整洁 但着实简陋 我几乎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少年得志 手握兵权的大将军的房间 整个房间里 除了床 就只剩一张简朴的桌子 和两把椅子 当然 还有满墙的兵器 房间简单地挂着几根红不愁 窗户上贴了几张 新鲜未干的喜庆窗花 想来是事发突然 布置得匆忙 我在屋子里等了许久 快要睡着的时候 终于听到门外沉稳的脚步声 江玉峰终于来了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赶紧盖好盖头 在床上坐好 有人推门进来了 我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依稀从盖头的缝里 看见一双黑色幽织金云纹的靴子 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静静地等待着喜婆进来 张洛接盖头 结掌生发之事 可过了好一会儿 屋子里依然静悄悄的 只有她默默地站在我面前 空气中安静地只剩下 我和她的呼吸声 我突然不安起来 紧张地攥紧了帕子 将军不接盖头吗 我试探着低声问道 对面微不可查地呼出一口气 随即一柄欲如意伸进来 挑开了我的盖头 悬在半空中的心 终于释放了下来 我抬头望向江玉峰 眼前的男人眉目深邃 眼神坚毅 他轻抿着嘴唇 也垂眸看着我 昏暗的灯光中 整个人棱角分明 轮廓俊朗 英俊非凡 许是喝多了酒 他的脸色看起来略有些潮红 但好歹眼神还清明 我的脸颊突然就发烫了起来 低着头不敢再看他 你 你先坐下吧 我往旁边挪了挪 示意他坐在我身边 江玉峰身形一动 却没坐在我旁边 反而重新拉了一张凳子 坐在了我对面 我疑惑地看过去 江玉峰垂着眸没有看我 顿了顿 他开口 柳小姐 事出突然 我屋子简陋 没来得及布置 希望你不要嫌弃 将军哪里话 我怎么会嫌弃 我抿着唇笑 眼神羞涩地瞥了他一眼 又赶紧收回来 江玉峰没有接话 气氛诡异地又沉默了半上 沉寂了好一会儿 江玉峰终于开口 打破了此时的尴尬 今日之事 只是权宜之计 带找回江紫城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说吧 他自顾自地起身 今日你便在此歇息 我去片房里睡 不等我回答 他已经抱着备用的被褥 走出了房间 我沉默着未动 也未出生挽留 不多时 琉璃走进来 伺候我淑洗 他巧声问我 小姐 你怎么不想法子 把将军留下 今日可是洞房花烛 难道任由将军与你分床睡 我摇了摇头 不要心急 给他点时间 事出突然 江玉峰一时不能接受 也属正常 我为了嫁给江玉峰 辛苦筹谋多时 如今天碎人愿 自然不会让他跑了 再说了 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区区几日而已 我等得起 我心情颇好地 拢了拢被子 安然躺下 一夜无梦 四日一早 不等琉璃叫我 我早早便起了床 琉璃还颇为惊讶 小姐 你平日不都睡到 晨时才起吗 怎么今日 卯时变起来了 他一边替我梳头 一边纳闷 将军府又没有长辈 也没有婆母 给你立规矩 实在不用起这么早 谁说将军府 没有长辈 我白白手打断他 我刚过门 自然得去向公婆敬茶 说吧 我亲手沏了茶 一路端着杯子 向祠堂方向走去 将军府的祠堂 占地很大 比支正厅还要宽敞 几百个牌位 整齐有序地摆在供桌上 密密麻麻 几乎填满了整个祠堂 琉璃色缩了一下 怎么这么多呀 我脉步静止走了进去 江家世代英烈 这都是江家为国捐躯 买股沙场的诸位先辈 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英雄 江世祠堂辉红气派 一进去便感觉到肃穆 丝毫没有阴冷之气 我将茶盘放在供桌上 蒸了两杯茶 直直面向排位跪下 江世长辈在上 晚辈昨日进门 是江家御丰的心腹 昨日高堂拜得仓促 今日特来警告公婆 让诸位长辈认认心腹的脸 希望长辈们在天之灵 护佑江御丰平安健康 战无不胜 也保佑我与她同心相印 白手不离 说完 我庄重地磕了三个头 心腹敬茶 请公公婆婆用茶 随即将敬茶放在了老江将军和江夫人的排位前 祠堂里点的长生灯闪烁了一下 灯油噼啪一声 仿佛再给我回应 我重新给排位上了香 又烧了许多纸钱 方才起身 一转身 一道人影立在门边 长身玉丽 挺拔俊逸 逆着光 我看不清她的神色 也不知道她在门外站了多久 我站着没动 反倒是江玉丰 一步步走了进来 在我身旁站定 她伸手从供桌上抽出三支香 点燃后 恭恭敬敬地插进香炉 然后一撩袍跪了下去 这间祠堂 共了四百二十八个排位 其中有六十二个是江家人 江玉丰语气平静 说话时神色淡淡的 我愣了一下 方才反应过来 她是在跟我说话 我重新拿了一个蒲团 在她的旁边跪下 将军百战死 壮士时年归 江是满门中烈 令人实在叹服 江玉丰沉默了一会儿 转而开口 前面供桌上的 是我的爷爷 太爷爷 还有他们的书败兄弟 最下面两个 是我爹娘 江家人口众多 除了昨日看到的 旁之那几位祖老 其他的都在这儿了 江玉丰看了我一眼 顿了顿 将来我也会在这里 我的心骤然缩紧 几乎一下子就猜到了 他跟我说这番话的原因 他在告诉我 他是个随时可能 买骨沙场的人 他不是个良人 我一瞬间 觉得窒息得慌 慌忙站起身 深呼吸了两口 强撑着扯了扯嘴角 转移话题 我有些饿了 将军要一起去用些早膳吗 江玉丰静默半赏 点了点头 一顿饭吃得沉默不已 江玉丰话很少 端正地坐在桌边 端着碗 什么菜都不挑 我给他夹菜 他微微汗手 多谢 他的吃相很斯文 细嚼慢咽 一点也不像常年打仗的糙老爷们 粗声粗气 狼吞虎咽 安安静静地吃完饭 江玉丰起身道 我今日军营里还有些琐事 便不陪你了 我懂事地点点头 微笑着说 将军有事便去忙吧 切莫耽误了正事 江玉丰看着我欲言又止 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什么也没说 转身走了出去 我回到房中 愣愣地坐在窗边 看着屋中满墙的兵器发呆 琉璃给我沏了一杯茶 问我 小姐 你今日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望着墙上 形色各异的兵器反问她 你说 一个人能用得了这么多兵器吗 琉璃撑着脑袋 认真看了看墙上的兵器 摇头 应该不能吧 小姐 你看这墙上有刀 有剑 有长枪 还有好多我都不认的 一个人得练多少年 才能学会这些兵器啊 说完 她见我没有反应 又机灵地补充一句 当然 如果是将军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毕竟她那么厉害 是吧 小姐 我叹了一口气 抬手摸了一下墙上的兵器 冷冽 粗糙 没有一丝灰尘 想来实时再擦拭吧 这墙上的兵器形式各异 磨损程度也不一 很明显 不是同一个人使用的 那江玉峰 为什么会挂那么多别人的兵器 在自己的屋子里呢 他们的主人又去哪了呢 我莫名想起了 祠堂里密密麻麻的牌位 也想通了江玉峰这么多年 一直不肯娶亲的原因 她背负的东西太沉重了 她怕耽误了别人家的姑娘 我叹了一口气 莫名地有些心疼 琉璃给我倒的茶水已经凉透 她帮我换了一杯 劝道 小姐 别胡思乱想了 你现在这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都不像你了 还是像往常那样 有说有笑的才好 说的 有礼 我平复了心绪 再次环视了屋子一圈 指着窗边道 回头让人在这里 给我安置个软榻 晌午还可以小气一会儿 琉璃 小姐 您这情绪转换的确实不错 她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我自得地痒了痒下吧 那当然 凡事不要为难自己 没有软榻 我就在床上躺下了 刚准备小气一会儿 流离慌张地又进来了 小姐 不好了 我坐起身 叹了一口气 这是在将军府 别像以前一样 杂杂呼呼的 流离喘了一口气 指着外面 小姐 夫人的贴身丫鬟丹青来了 传话说 夫人让你回家一趟 有急事 什么急事啊 我打着哈欠 再说 什么事值得母亲派丹青 亲自跑一趟 叫个传话小丝不就行了 话音刚落 丹青踏进屋来 见完礼之后回我 夫人还不是怕派个小丝 来请不回小姐呢 哦 原来如此 想拿着丹青来压我呢 我就说嘛 我这出嫁才刚刚一日 能有什么事 正着急忙慌地换我回家 定是因着我婚礼上 换新郎仪式 想骗我回家训我来着 我转了个身 不去不去 你就说三日回门时间未到 现在回娘家不合规矩 果然 这世间最了解小姐的人 莫过于夫人啊 丹青低声感叹了一句 又道 小姐 夫人早料到 你会用不合规矩推剧 所以还带了一句话 她学着我娘的语气 插着腰 你告诉那个死丫头 她成亲时 换个新郎都不说规矩 如今让她回趟家 就跟我谈规矩了 你让她少废话 赶紧给我滚回来 别以为嫁出去我就收拾不了她 我一时语色 这倒真是我娘能说出来的话 好好好 那我就回去一趟 看看到底有什么事 二话不说 我带上琉璃就杀回了丞相府 我原本以为 我爹和我娘会端坐在太师椅上 等着找我算账 却没想到 我娘一个人靠在贵妃榻上 哀声叹气的 这是什么情况 我试探着上前 娘 您找我 我娘叹了一口气 不说话 我又抱着侥幸的心态 问了一句 我爹呢 一般情况 这个时间 我爹都会在家的 有她在中间斡旋 我也不会被我娘责罚得很厉害 所以我伸长了脑袋 左顾右盼地搜寻我爹的身影 我娘悠悠地瞥我一眼 别找了 你爹他 他 我一惊 我爹怎么了 明明我昨天上花轿前 我爹都好好的 还拉着我的手 叮嘱我 往后要照顾好自己 怎么今日就 我眼眶一酸 就要掉下眼泪来 我娘没好气地瞪我一眼 瞎想什么呢 你爹他进宫了 我的娘啊 进宫就进宫 您一次性说完不行吗 我松了一口气 担心还没完全放下 我娘一句话 又把我的心提了起来 陛下同时宣了 你爹和将将军入宫 只怕是场鸿门宴啊 我心里一紧 这么快 我娘摆我一眼 与其哀怨 都是你惹的祸 我无言以对 一时雨色 我与江玉峰成亲一事 传到陛下耳朵里 是早晚的事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那么着急 宣我爹和江玉峰入宫 我爹是丞相 乃文官之首 将军又手握兵权 丞相府和将军府联姻 本就惹皇上忌惮 之前陛下之所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因为和我结亲的是 将军府少爷 众所周知 这位少爷闻不成武不就 翻不出什么大波浪 可如今 与丞相府联姻地 变成了将军本人 咱们这位陛下 只怕是坐卧不安了 之前我料想到了这一出 但我算错一步 以为不会来得这么快 所以还想着等成亲之事 落定以后再跟我爹通气 可惜 现如今 就只能看我爹的了 我爹曾以三寸不烂之蛇 栗战群儒 且栗不败之地 以他的才能 想来也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娘在院子里肝着急 往日发现 一根白头发 都要叫唤半天的人 此时急得嘴角冒泡了 也顾不上 我拍着他的后背安慰道 娘 您现在急也没用 咱们先耐心等一等 说不定一会儿人就回来了呢 话虽这样说 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一遍又一遍胶着地望向门外 同时默默在心底预演了 无数结局和破局之法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一炷香之后 我爹和江玉峰全须全已地进了丞相府 我娘红着眼眶 扑进我爹怀里 一下又一下地锤打着她的胸口 真是吓死我了 一向风风火火的人 此时就是个娇称的小娘子 我爹尴尬地瞥了我和江玉峰一眼 不自在地咳嗽两声 行了 还有小辈在呢 我见怪不怪 凑近江玉峰低声问 将军怎么也来丞相府了 江玉峰看了我一眼 本来是要回将军府的 听下人说你来了丞相府 便与柳丞相一道来了 我了然地点点头 心里却没来由地窃喜了一瞬 那头我爹好不容易哄好了我娘 把我拉到一旁 扮着脸 你这孩子 平日在家里胡作非为就算了 连成个亲都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哼 就是平日太惯着你了 我撒娇 爹昨日那不是事出突然 没办法吗 我爹瞪我一眼 眼神跟我娘如出一辙 你那点小心思 瞒得过别人 可瞒不过我 不带我狡辩 他隐晦地瞥了江玉峰一眼 语气中带着愤怒 害得你爹我昨日还与他亲家相衬 今日便要改口叫贤婿 实在是气不过 哎呀爹 我扯着他的袖口晃了晃 你有什么好气的 该气的是江玉峰才对啊 昨日还与您是平辈呢 今日莫名其妙矮了一辈 您说说 是不是他更尴尬 我爹念着胡子想了想 倒也是这么个礼 我爹和我娘终于还是端坐在了太师椅上 我官顺无比 爹 陛下没有为难你们吧 我爹瞪我一眼 冷哼一声 哼 你也不看看你爹是谁 我爹确实名不虚传 我松了一口气 眼神偷瞄了江玉峰一眼 我与他的婚事 如今在地下面前过了名路 往后纵使他说什么权宜之计 也再无更改的可能了 我喜上眉梢 爹 那如今已经没事了 我爹神色顿了一下 吞吞吐吐 这 也不能说是没事吧 他眼神闪烁 偷偷瞧了江玉峰一眼 我突然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心里咯噔一下 也望向江玉峰 江玉峰沉吟片刻 方才开口 陛下有指 北辽侵扰我朝甚之 命我领兵 务必杜绝此患 我爹解释道 辽族扰我朝边境已久 这一仗无可避免 只是贤婿刚得胜归来 本不用这么急着出征 陛下这一出 是提醒我们 龙威尤胜啊 这个狗皇帝 不是为难我爹 就是为难我服 何时出发 我捏着拳头 语气颇有些咬牙切齿 江玉峰沉沉道 我以命副将去营中点兵 即刻便走 即刻 那岂不是没多少时间了 眼看着时辰不早了 江玉峰起身 出征前事物繁多 我还有诸多杂事要处理 便不多留了 我也紧跟着他起身 爹娘 那我也回去了 北地寒冷 我还得替将军收拾些 郁寒的衣物 说完 赶紧小跑着跟上了江玉峰 江玉峰去了军营 而我静止回了将军府 手脚麻利地将江玉峰的衣物 靴子 护膝等物 紧紧有条地打包好 交给了随行的小兵 让他给将军送去 而我 三下五除二 收拾了一包付自己的钱财衣物 随即让琉璃去搞了一套低调的商人服饰 立马换上就要出门 琉璃惊恐地扒拉着我 小姐 你要干什么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我点点头 肯定他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赶紧放手 我花钱找的商队 马上就要出发了 去晚了 就来不及了 从丞相府出来 我就偷偷去了一趟商行 找了一支 常年往来北地的商队 花了些钱 让他们在途中烧上我 商队嘛 做的就是生意 我出手又大方 自然高高兴兴地就答应了 我着急赶路 琉璃却死拉着我不放手 不行 小姐 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要去一起去 不然我立马回去告诉老爷夫人 我 绊住香后 两个乔装打扮的小商贩 随着商队一起出了城 路上 琉璃不解地问我 小姐 你为什么要偷偷跟着将军去北地呀 留在京中等他回来不好吗 我戳了戳他的脑袋 将军此遭权因我而起 这是我的因果 我自然要去 更何况 我苦追将军这么多年 他这一去短则数月 长则一年 我若不跟着 岂不是叫他跑了去 这么好的机会 我自然要去追男人 啊 不是 增进感情啊 我瞧着琉璃 忧心忡忡的样子 拍着他肩膀安慰道 放心吧 你家小姐从小便博览群书 冰书也看了不少 此去定不会有事的 琉璃点了点头 反正小姐去哪我去哪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踏入北地 这一路 商队为求安稳 一直紧跟着出征军队的步伐 他们走我们走 他们扎营 我们也休息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波折 变到了目的地 北地有一座城池 叫安北城 不算很大 但民风淳朴 我与琉璃脱离了商队之后 便找了间客栈安置了下来 可谁知 刚歇息了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外面便闹了起来 我想出门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谁料刚打开门 就被客栈老板推了回来 你们外地来的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待着 别出来瞎晃悠 当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一把揪住他 老板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老板不耐烦地说道 还不都是撩人闹的 说完 他急匆匆地吩咐人去关锦店门 我拦住一个小二 给了他一些碎银子 小二极有眼色 客观 您是不知道 咱们这座城啊 就是撩人的粮仓 隔三差五便入城来 抢掠一番 最近这朝廷不是派了军队来吗 辽兵不敢明目张胆地入城 便派了一对探子来 结果被咱们刚来的军队遇上 这便起了冲突 原来如此 在京城时便听说北辽人猖獗 没想到已经过分到如此地步 闯入我朝城池捎杀抢掠 实在可恶 大发走了殿小二 我回屋关上了门 琉璃还在床上睡得香 我轻轻从包裹最下层 掏出来一件私藏的军衣 乔装打扮后便出了门 江玉峰的军队驻扎在安北城外 五里处 我一路小心急行 然后悄悄从营战后混了进去 刚走出五步 就被一队巡逻士兵 按在了地上 将军抓到个探子 不不 自己人 自 嗯嗯 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兵捂着嘴 一路连拉带扯地带到了 江玉峰的面前 嗯 我挣扎着满脸狼狈 见到江玉峰的那刻 心虚地垂下了头 江玉峰眼神收缩了一下 颇有些不敢置信 抬头 我安纯似地缩着眉动 他手底下的冰 却一把薅起我的头发 把我的头抬了起来 我被迫与江玉峰直视 江玉峰板着脸 皱着眉 我分明感觉 他在压制怒火 我心虚地缩了缩肩膀 终于等到他开口 私闯军营是重罪 来人 把此人先带到我的营帐中 仔细看管起来 是 小兵回答得铿锵有力 立马执行了将军的命令 将我带到了江玉峰的营帐 我被捆住了手脚 动弹不得 被扔在营帐地上 身边还有两个小兵看守 我试图跟他们套近乎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一个小兵喝道 管你是谁 老实一点 我脸了神色 一本正经道 其实 我是你们将军夫人 两个小兵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低声对另一个说 现在的探子狡猾得很 咱们按将军说的 把他看好就行 旁的一概别管 当心重计 另一个小兵颇以为然 地点点头 然后他们俩挺了挺身板 任我再说 什么都充耳不闻 一言不发 我动了动被捆得酸麻的手脚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在又饿又渴之际 江玉峰终于踏进了营帐 看守我的小兵 得了命令出去了 偌大的营帐内 只剩下我和江玉峰两个人 我此时的神情 大概可以称之为谄媚 呀 将军 您终于忙完了 江玉峰面色沉沉地 在我面前坐下 眉毛拧得几乎能夹死苍蝇 你怎会在此处 我扬了扬被绑得死死的双手 苦着脸 将军 回话之前 能不能先帮我解开 江玉峰沉默了一下 抽出佩剑一挥 捆住我手脚的绳索 应声而断 我只觉得一阵轻松 立马想要站起来 谁料手脚麻得厉害 稍稍一动 身体就跟不听事还似的 闲闲就要栽倒下去 我吓了一跳 脑子里已经遇见自己重重摔在地上的场景 紧张地闭上了眼 结果预想中的情形没有出现 我稳稳落入了一个 坚挺温热的怀抱中 我睁开眼 江玉峰放大的俊朗容颜 就注立在我眼前 我愣正一下 脸颊末地开始发烫 带回过神来才发现 我的手紧紧抓在他的胸前 将他的领口都扯了开来 露出分明的锁骨和大片强健的胸肌 我赶紧松开手 那个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羞红了脸 眼神却控制不住地 又偷偷瞥了一眼他见说的胸肌 我那颗少女怀春的心几乎要蹦出来 不行 不行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我强迫自己错开眼 挣扎着从江玉峰的怀里起身 垂着头力在一旁 江玉峰耳根微红 他故作镇定地咳嗽一声 抬手礼了李依领 眼神穿过我 不自在地看向前方 却不落在我身上 气氛微妙地静默了一下 最终 江玉峰打破沉寂开了口 你还未回答 为何要偷钱入军营 好吧 该来的总会来 我找了把凳子 在江玉峰面前坐下 认真道 将军 其实我是来献祭的 献祭 江玉峰皱了皱眉 嗯 我重重地点头 怕他不信 解释道 我曾在我爹的书房中 看到过半卷兵书 书中有一阵法 专刻辽兵之善 我可以将他画下来 将军 能否给我纸笔 江玉峰半信半疑 但还是将我带到岸几边 岸上摆着纸笔 我沿了墨 在脑中仔细回忆了那张冰阵图 然后提笔将之细细画了下来 江玉峰揣摩着那张图 半上 他点了点头 倒确实是个好阵 研究出此阵之人 想来对辽人的作战特点十分了解 我附和道 确实 当初我看见那本残卷时 也有这种感觉 并且书中不止这一种阵法 还有许多其他的课兵之法 只可惜 那本书遗失了大半 也无非夜 不知是谁所住 我重新拿了一张纸 继续提笔 将军 那本书上还记录了 辽人在两军对阵时的常用阵法 以及破阵之术 待我一并画下来 得了江玉峰的赞许 我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满满的都是欣喜与自得 连手上画图的动作都麻利了许多 江玉峰看了那张兵阵图许久 放下后 他满脸郑重地对我说 辛苦你了 若此番能顺利击退北辽 我替边关的百姓和戍边战士感谢你 啊 他说 辛苦我了 他开始关心我了 他还说要感谢我 我心里雀跃得快要跳起来 面上却云淡风轻 将军客气了 我也是朝中子民 为国尽力自是应当 更何况 我抿了敏唇 更何况 你我夫妻一体 何来得谢子 江玉峰沉默着没回话 我抬头一看 他耳根微红 见我望过来 连忙转开了脸 神色少有的腼腆起来 我微微勾唇 继续低头画图 我给琉璃烧了兴趣 让他留在客栈等我 可琉璃担心我孤身一人 非要来找我 结果可想而知 他还未踏进军营 便被人一把按下 将军 又抓到一个探子 我无奈地辅了辅额 转头拍起了江玉峰的马屁 将军 您真是御下有方 至军严明 江玉峰也不知听没听出 我话里有话 他微昂了昂头 那是自然 我军中士兵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每日操练从不懈怠 各个英勇善战 就连巡逻 也是十二个时辰 从未见断 我连连点头 嗯嗯 看出来了 不然我和琉璃 也不会被按在地上了 连着两日 我都再按几边上 埋头摸那本残卷 我从小记性变好 虽说不至于过目不忘 但许多东西 只要用心看过 倒也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我将摸出来的兵书 拿给江玉峰看 将军 这半本兵书 对辽兵的战术特点 记录得十分详细 你应该是用得上的 顿了顿 我继续道 我当初看这半本兵书 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摸的这一份 虽说做不到一模一样 但也是大差不差 江玉峰埋着头 口中随意嗡了一声 眼睛却眨也不眨地 盯着那几页纸 看得入神 越看 他的神情越严肃 我有些忐忑 凑上去问 怎么了 将军 是 我写错了吗 江玉峰摇了摇头 转瞬 他抬起头来 抓着我的手腕 语气似有些激动 这本书 你说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我被他吓了一跳 语气都结巴起来 我 那个 我之前跟你说过呀 就在 在我爹的书房中 江玉峰神情 一下子就明朗了起来 他带我来到 他营帐的踏前 小心翼翼地 从枕头里 取出来半本书 你看看这个 我不明所以 接了过来 结果越看越心惊 这笔记 这内容 这 这分明就是我看过 那本残缺兵书的 前半部分 我猛地抬起头 你怎么会有这本书 这本兵书 是我父亲写的 江老将军 嗯 江玉峰点点头 语气畅往 我父亲一生征战 打过无数场仗 可惜 他在我七岁那年 战死沙场 后来 我在他的房间里 找到了这半本书 上面记载了 他多年征战的经验 还有敌人的作战特点 以及他沙盘演算出的 破敌之法 这半本书 陪我征战了许多年 也助我多次退敌 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只是不知是何缘由 他遗失了后半部分 你可知我曾多处翻找 可始终没有找到 此事 我一直将之视为遗憾 说到此 江玉峰低头看了看 我没出来的后半本兵书 笑了笑 如今得知 另外半本书的下落 我也无憾了 我当初看这本兵书时 曾感叹过 著书之人 真乃兵学奇才 与很多纸上谈兵的书卷不同 这一本内容不仅详尽 更有许多出其不意的破敌之法 于战场之上十分实用 我曾经问过 我爹这本书是谁著的 可他一直讳莫如深 只说是一位有人打赌书给他的 没想到那个人就是江老将军 我瞧着江玉峰高兴的神色 正想说等大战得胜回京之后 便去我爹书房 将那半本兵书取来物归原主 结果话还没出口 帐外小兵便急急来报 说先前派出的一队赤后中了埋伏 只有寥寥几人逃了出来 陷下晕倒在军营前 江玉峰文言 神色一临 大踏步变出了营帐 我急急跟在他身后 这才看见好几个士兵 躺在地上人事不行 正被移在担架上 准备送往衣帐 我看那几人面色发紫 呼吸急促 手心倒汗 于是赶紧跟了上去 看他们这个样子 像是中了毒 准备些黄芹 黄薄 枝子 木通 还有防风 莲鞘 大黄 再加些新鲜薄荷 熬成浓浓一碗服下 解毒嚣张 应无大碍 话音刚落 军医也到了 他听了我的话点点头 这位姑娘说得不错 他们应是误入独林 中了瘴气 他吩咐身边人 便按他说的方子来 等交代完 他回头向我行了一衣 姑娘竟然也通衣礼 实在难得 只是我瞧着姑娘面生得很 不知是 嗯 我转头看了江玉峰一眼 横了横心 索性直接开口 妾身是江将军的 妻子 军医一愣 随即恍然 哎呀 原来是将军夫人 施敬施敬 我偷偷瞥了江玉峰一眼 虽然他神色淡淡的 但也为出声反驳 便是默认我的说法了 待处理好那几个中了 瘴气的士兵后 我与江玉峰一同走出医障 他难得地主动与我说话 你还会医术 我谦虚道 只是看过几本医书而已 我爹博览群书 书房里收藏了无数典籍 得益于我爹爱读书 我小时候也跟着看了不少医书 所以略通医里 趁江玉峰还未出声 我趁机又道 将军 我方才看到 医障中有颇多伤患 而军医不过寥寥 不如 我留在此处帮忙吧 也能略尽绵薄之力 江玉峰皱着眉 沉吟半赏 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变成了军医的得力助手 江玉峰在外征战杀敌 我在后方救助伤员 虽说条件艰苦 但我也苦中作乐地琢磨出一点 男主外 女主内的幸福感来 江玉峰不愧是将门之后 擅长用兵 加上我方军队骁勇善战 打得北辽节节败退 最终不得不派了使者来和谈 原本预计半年的战役 不到三个月便大获全胜 江玉峰留下部分军队 驻守在安北城 随后便带着大部队 押着北辽和谈的使者班师回朝 我与琉璃随着他一起回京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江玉峰对我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再不像一开始那样将我拒之千里 只是他始终秉持着君子之风 没有与我过多地肌肤相亲 琉璃一路上都苦着脸 小姐 明明感觉将军对你已经有感情了 为什么他还是不与你原访啊 莫非他真的有什么隐级 隐级不存在的 我想起不久前的那一天 他通宵与副将研究战法之后 实在太困了 便在榻上合一而卧 我担心他着凉 便拿了一张毯子去 准备给他盖上 然后 我便看见了 磕磕 我虽说婚配得晚 年纪也不小了 但到底还是黄花大闺女 看到如此情景吓了一跳 帮他盖毯子的手 便没轻没重地弄醒了他 我羞得满脸通红 江玉峰也意识到了 不自然地将毯子拉过去 将腰间盖住 当时的气氛十分尴尬 我们俩都不敢去看对方 最终是我没沉住气 扯了个晃桃一般地跑了出去 所以说 他绝不可能有影集的 琉璃愁得不行 那将军既然不是身子有问题 为什么不与小姐同房啊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是知道的 他是怕自己有一天会买骨沙场 他不愿意耽误我 也不想让我们的儿女如他一般 自幼便没有父亲的陪伴 在孤单中长大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宁愿被人误会 宁愿承受那么多风言风语 这是他的心结 我突然想起 几年前他说 要从宗族过几个儿子时的情形 听说那时整整齐齐地占了七八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眼含期待 都希望选中自己的孩子 毕竟将军府何等门楣 一旦成了江玉峰的四子 便相当于拥有了整个江军府 当时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盯着江玉峰 可江玉峰目不斜视 竟只走到了年纪最大的那个男孩面前 选了他作为自己的四子 改名为江子成 所有人都不理解他 为什么选了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 连我娘都八卦了几句 浙江将军到底是少不更事 向来过季儿子都是选年纪小 不记事的 他倒好 选了个那么大的 便是跟他的年纪也只差十多岁 这样子的孩子一般都养不熟 心里惦记着亲生爹娘 往后哪里会尽心尽力地奉养他 大家都说他糊涂 可现在我明白了 他哪里是糊涂 他是怕来不及了 他怕孩子太小 还来不及长大 他便战死在了沙场 他怕将来将军府的门居亭无人支撑 他怕江家以后没了人 那谁去镇守国门呢 所以他选了年纪最大的江子成 他不在乎江子成以后孝不孝敬他 他只是每日给江子成讲兵法 亲自教导江子成用刀 守着他练习长枪 可惜江子成终究是个没出息的 他不喜欢武刀弄枪 也不想带兵打仗 倒是时常跟其他的世家子弟混在一起 参加各种诗会 引几句酸词 我第一次去诗会 假装偶遇江子成 听到琉璃说 那个穿着文周周 犹如兽鸡一般的男子 便是将军府少爷时 我的白眼几乎要翻到了天上 这样的人 注定撑不起将军府的门庭 我寻思着 什么时候得跟江玉峰 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了 既然我与他已经成了婚 如今感情也培养起来了 倒不如顺其自然 及时行乐 毕竟 我追了他这么多年 可不能在这最后关头 让他给跑了 大军连续行了七八日 这日途经一座小镇 便在附近歇息一日 镇子不大 风土淳朴 我们到的时候 正值赶场日 街边摊贩叫卖 热闹至极 我寻思着 这是个好机会 索性去寻了江玉峰 邀他去镇子中逛街 江玉峰估计怕扫了我的心 略一思索 便答应了 我与他并肩走在街上 今日他穿了一身黑色浸装 身姿挺拔如松 一百处袖着暗纹 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他矫健的轮廓 悬色腰带上坠着一枚白玉玉佩 为这一身黑增添了一抹亮色 许是难得看到外来人 街边小贩热情地招呼他 郎君 可要为你家娘子挑些首饰 江玉峰脚步一顿 耳朵立马红了起来 顿了顿 他看向我 你看看吧 若有喜欢的 我 我买给你 那便多谢将军了 我心里偷笑 倒也不矜持 认认真真在摊上挑选了一支朱钗 放在并边问他 将军 这只好看吗 江玉峰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不自然地转过了脸去 微不可查地 奔了一声 我忍住心底笑意 将朱钗递给江玉峰 那就要这个吧 江玉峰红着脸点了点头 转头问小贩 这支多少钱 小贩见生意将成 立马笑道 小娘子眼光真好 这支朱钗是最新的款式 而且也不贵 只要五两银子 江玉峰掏出一块碎银子递给小贩 比五两支多不少 小贩喜笑颜开 一个劲地说着好听的话 多谢郎君 小娘子真是好福气啊 给你家夫君如此疼爱 真是嫁对人了 小人在此 恭祝你们二人白头偕老 比一连心 我笑着答谢 那就借您急言了 小贩找了个精美的盒子 要帮我把朱钗装起来 我止住她的动作 反而将朱钗 伸在江玉峰面前 将军 能帮我戴上吗 江玉峰一愣 下意识接过朱钗后 才低声恩了一声 语气中少有的听出了些腼腆 我将头凑近了江玉峰一些 她的呼吸喷洒在我耳畔 又痒又热 我静静地等待她的动作 心也不可避免地跳动起来 江玉峰的动作很轻 似乎怕扯到我头发 她缓缓地 极其温柔地将朱钗插入了我并边 多谢将军 我弯起眼 仰头向她道谢 因着两人身高的关系 我额头轻轻擦到了她的下颌 一丝头发从她唇边拂过 江玉峰身体煞时绷紧 慌忙往后退出一步 我耳根微热 也有些慌乱地低下了头 结巴着转移话题 我们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小镇的人淳朴 一路走过去 皆是热情的招呼和叫卖 杂七杂八地又买了几样 接地给江玉峰帮我拎着 我与她并肩走着 刚逛到街尾 街边一个卖字画的小贩 看到我们后 慌忙收了摊就要走 我觉得那人有些眼熟 正准备让江玉峰看一眼 她却先动了起来 一个踏步过去 便将人压在了地上 果然是个熟人 这不是我那个前卫婚夫江紫诚吗 江紫诚刚看见江玉峰的时候 还有些畏惧 心虚地像个鞍唇似的 缩着脑袋 直到看到我走过去 顿时像看到了洪水猛兽 她满脸惊恐 你竟然寻到这里来了 我想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喜欢你 你莫要再纠缠了 我可告诉你 我已经跟我表妹成了亲 你若非要死缠烂打 也 也只能给我当个妾 正妻之位 你想都不要想 江紫诚越说越离谱 我瞧着江玉峰的脸色也越来越黑 没来由的有些心虚 这个江紫诚实在太没用了 我当初给他们私奔的路线都规划得那么好了 他竟然还能偏离路线 出现在江玉峰军队的必经之路上 我真是 头疼 服额 我叹了一口气 毕竟是我算计了他 还是帮他一把 争取让他少受些罚吧 我拦住准备动手教训人的江玉峰 打圆场道 将军 息怒啊 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江紫诚 可不能不分清红皂白 就处置人 好歹问清原委不是 再说了 江紫诚比我还小两岁 还是个孩子呢 咱们有话好好说 误会解开了就好了 见江玉峰冷静了些 我又对江紫诚道 你放心 此行我不是来找你的 将军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你若有苦衷 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坐下来说开就行了 你住哪儿啊 不如 咱们就去你的住处坐坐吧 江紫诚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 最终带着我们 去了她的住所 她在小镇里 租了个一进的宅院 有些破败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井然有序 一个梳着妇人发际的女子 正背着身在院中 亮晒衣物 她穿着朴素 身形略有些臃肿 看起来 竟像是有了身孕一般 听到动静 女子转过身来 见到我们 脸色煞食一变 上前两步扑通一声 便跪在了地上 将军 都是我的错 是我勾引的紫诚 也是我诱拐他私奔的 一切都跟紫诚没有关系 您要罚就罚我吧 表妹 你还有身孕呢 快起来 江紫诚健壮 急忙跑过去扶她 见她不起 她也在表妹身边 直挺挺跪下 爹 柳小姐 这不关表妹的事 是我带着她逃的婚 我不愿意娶柳小姐 我只喜欢她 我想娶的 只有表妹一人而已 江玉峰压抑着怒气 指着江紫诚骂 你们无眉无聘的 像什么样子 爹 我与表妹 已经私下拜了天地 她如今也有了身孕 您要罚就罚我 我愿意承受 如果江紫诚看了我一眼 语气决绝 如果柳小姐气不过 要打要杀也好 紫诚绝不退缩 只是 只是紫诚心中 只有表妹 恕我不能娶你 江紫诚小心翼翼地 护着表妹 与她并肩跪在地上 她满脸警惕 生怕我伤到 她的心上人 这一瞬间 我突然 对她改观不少 她虽碌碌无才 也胸无大志 可这一刻 她像个男人了 与表妹而言 她是个良人 我决定帮帮她 毕竟是我先对不起她 我转身看向江玉峰 柔声道 将军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我看江紫诚与她的表妹 也是真心相爱 不如成全了他们 江玉峰板着脸没说话 也不知心里做何想法 我继续道 感情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维系的 只有两个人真心相爱 感情才会愈发深厚 历久弥新 如今的世道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虽说少了许多麻烦 但也多了不知多少怨偶 像如此这般 欣欣相应的感情 倒显得弥足珍贵了 我话音刚落 江紫诚和表妹都抬起头来 似不敢置信 我会帮他们说话 我向他们投去一笑 对江紫诚道 表妹身怀有孕 老师这么跪着 也不是办法 先扶她起来吧 江紫诚赶紧扶起表妹 还颠颠地去拿了个凳子 让表妹坐下 柯柯 这个没眼力见的 没看见他老子还站着的吗 好歹江玉峰 也是个不拘小节的 他随意寻了 把椅子坐下 板着脸问江紫诚 如今你欲如何 江紫诚低垂着头 指之吾吾 您说如何便如何 指一点 我要娶表妹为妻 绝不可能娶柳小姐 我没忍住 插了一句嘴 就算你想娶我 只怕也不成了 我解释道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 如今我已经觅得良人 嫁给将军为妻了 我羞涩地垂眸 看到江紫诚二人满脸震惊 他话都说不清楚了 爹 这 当真 江玉峰沉默半赏 唯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我以为江紫诚会闹起来 毕竟他是将军府的少爷 虽说是过季的四子 但也是上了族谱的 算是江玉峰的嫡长子 如今江玉峰娶了妻 将来可能还会诞下子嗣 势必会影响江紫诚的地位 可江紫诚震惊之余 却并未不满 相反 他松了一口气 如此甚好 我之前还一直内疚 恐误了柳小姐婚事 如今皆大欢喜 甚好甚好 我爹孤单多年 也终于有人陪了 将来你们多生几个儿子 最好是能文能武 好好教养 定能撑起江军府的 他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江军府的未来 终于不是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原来他是这样想的 我瞧见江玉峰愣了一下 他问江紫诚 做我的儿子 是否非你所愿 江紫诚跪在他面前 磕了一个头 爹 做您的儿子很好 我也很感谢当年您选择了我 只是我胸无大志 也知道自己无甚才能 这辈子 能守着一个知心人 平平淡淡地过完 就满足了 他见江玉峰不说话 转了个方向 又向我嗑了一个 柳小姐 不 母亲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还知道你其实也不喜欢我 如今你与我爹家偶忠诚 我也甚是欢喜 往后 你跟我爹好好过 就当我不存在 若实在介意 我可以自情被逐出族谱 再不当将军府的少爷了 江紫诚一番话 言辞恳切 我属实被震撼了一番 试探着问他 你真的愿意为了你表妹 天安逸于放弃将军府少爷的身份 江紫诚郑重点头 愿意 这番坚定 确实不错 我点了点头 起身 对江玉峰道 将军 话都说清楚了 咱们走吧 江玉峰看向我 这便走吗 当初说好的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所以你想如何处置都行 我笑了笑 不用处置了 我本就不怪他 如今 他们已劫秦尽之好 我也觅得良人 自然是要相互成全 至于江紫诚说的逐出族谱一事 也不必了 他可以永远是将军府的少爷 所以 咱们走吧 江紫诚和表妹再不用躲躲藏藏 他们留在了那个小镇 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子 我随江玉峰的大军 又行了快一个月 终于回了京 我如是重负 潜下人给我烧了热水 好好沐浴了一番 真是太舒服了 我满意地眯着眼 换琉璃 快来帮我搓搓背 琉璃没出声 但还是拎起帕子 搭在了我后背 和以往软绵绵的手法不同 琉璃这次用的力道颇大 我趴在浴桶边上 舒服得几乎要睡着了 别只顾着擦上边 再往下点 我懒懒指挥了一句 可琉璃翻来覆去 只在我背上擦 怎么都不往下伸手 琉璃 你今天怎么 我画卡在一半 眼珠子几乎都快凳下来 琉璃呢 给我擦背的 怎么会是江玉峰啊 她不是进宫 父子去了吗 我后知后觉地抱着手挡住前胸 整个人都快埋进水里了 江 将军 你怎么回来了 江玉峰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 她眼神颇为不自然地左看右看 嗯 提前回来了 哦 那 那将军 可要沐浴 我半晌想不到话说 索性我也洗得差不多了 干脆出去 吩咐人再烧一桶水给她沐浴吧 也好避免尴尬 我正想着 该怎么拿到架子上的衣服 冷不丁听到江玉峰开口 你 在 邀请我吗 嗯 邀请什么 我茫然地看她一眼 突然反应过来 脸颊爆红 她不会以为 我是要她共遇的那种轻浮的人吧 我慌乱解释 不 不是 将军你误会了 话未说完 江玉峰低声说了一句 也不是不可以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等等 她刚刚说什么 她说 可以 我激动得难以名状 几乎手舞足蹈 一不注意 剑起水花 打湿了她的衣衫 衣衫紧紧贴着江玉峰的身体 勾勒出她紧致矫健的腰身 我大着胆子 捏住了江玉峰的手 她的手宽大有力 骨节分明 烫得人心慌 不知是忐忑还是兴奋 我心跳得很快 仿佛快要从胸腔蹦出来 一向沉稳淡定的江玉峰 此时估摸着也有些紧张 她低垂着眼眸 不敢直视我 我从水里站起身 交好的身姿就这么赤裸裸地出现在她面前 将军可要抱我到床上 江玉峰抿了抿唇 宽大的手掌一搂 我突然腾空而起 被她抱在了怀里 我紧紧抓住她衣领 缩在她怀中 她将我放在床榻上 捞起旁边被子将我一裹 随后直起了身 我见识不对 赶紧抓着她衣领 将她拉下来 双腿夹住了她紧致的腰身 你不会到现在 还要跑吧 江玉峰身体僵住了 她呼吸喷洒在我耳畔 眼眸心红 忍得辛苦 却还是犹豫 我 别说 我不想听 我不等她说话 抬头主动堵住了她的嘴 两片嘴唇碰在一起 温热又火辣 我在她耳畔轻雨 无论如何 我陪你 玉桶中水已凉透 床盘上却据是火热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睡去的 我只知道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腰肢酸软 冻一下都费劲 壮若虎狼 独守空房三十年的男人 真真让人招架不住 江玉峰早已起身 她坐在窗边看书 见我醒来 她脸色微红 眼神中有些许愧疚 昨日辛苦了 我强撑着笑脸回道 不辛苦 倒是将军劳累了 江玉峰脸色又红了几分 她顿了顿 低声开口 既然已经远房 往后你不必再叫我将军 我含羽戴色 假装不懂 故意问 那我以后叫你什么 江玉峰咳嗽一声 眼神极不自然地飘忽了一下 咳 往后就叫 夫君吧 我脸颊发烫 手心都浸出了汗 低声唤 夫君 那一瞬 我分明看到 江玉峰的耳尖都红了 我心底雀跃 神色却羞难 那你呢 我望着她 你该叫我什么 江玉峰一瞬不顺地望着我 声音温柔 娘子 我几乎快要哭出来 等了多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夫君 能再叫一声吗 娘子